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戒剑杀人 绝大县吞生金自逝 话说尤二姐听了又感谢不尽 只得跟了她来 尤氏那边怎好不过来的 少不得也过来跟着凤姐去回 方氏大礼 凤姐笑说 你只别说话 等我去说 尤氏道 这个自然 但一有个不是 是往你身上推的 说着大家先来至贾母房中 正值贾母和园中姊妹们 说笑姐们 忽见凤姐带了一个 标志小媳妇进来 忙屈着眼看 说 这是谁家的孩子 好可怜见的 凤姐上来笑道 老祖宗道细细地看看 好不好 说着 忙拉二姐说 这是太婆婆 快磕头 二姐忙行了大礼 斩拜起来 又指着众姊妹说 这是某人某人 你先认了 太太瞧过了 再见礼 二姐听了 依依又从心故意地问过 垂头站在旁边 贾母上下瞧了一遍 阴又笑问 你姓什么 今年十几了 凤姐忙又笑说 老祖宗且别问 只说比我俊不俊 贾母又戴上了眼镜 命鸳鸯湖泊 把那孩子拉过来 我瞧瞧肉皮 众人都抿嘴笑着 只得推她上去 贾母细瞧了一遍 又命虎泊 拿出手来我瞧瞧 鸳鸯又揭起裙子来 贾母瞧臂 摘一下眼镜来 笑说道 竟是个齐全孩子 我看比你俊些 凤姐听说 笑着忙跪下 将游士那边 所编之话一五一十 细细地说了一遍 少不得老祖宗发慈信 先许他进来 住一年后在圆房 这有什么不是 既你这样贤良 很好 只是一年后 方可圆的房 凤姐听了 叩头起来 又求贾母 着两个女人 一同带去见太太们 说是老祖宗的主意 家母一云 岁十二人 带去见了行夫人等 王夫人正因他风声不雅 身为忧虑 见他今行此事 岂有不乐之礼 于是 尤二姐自此见了天日 挪到乡房居住 凤姐一面使人 暗暗调缩张华 只叫他要元气 这里还有许多陪送外 还给他银子安家过活 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 后来又见贾荣 打发了人来对此 那人原说的 张华先退了清 我们皆是亲戚 皆到家里住着是真 并无婚娶之说 皆因张华 拖欠了我们的债务 追索不语 放屋来小的主人 那些个 茶院都和贾王两处有瓜葛 况又受了讳 只说张华无赖 以穷讹诈 状子也不收 打了一顿赶出来 清儿再外提张华打点 也没打中 又调缩张华 亲缘是你家定的 你只要亲事 关闭还断给你 于是又告 王信那边又透了消息 与茶院 茶院便批 张华所欠贾宅之银 令其县内暗数交还 其所定之亲 仍令其有历史取回 又传了他父亲来 当堂批准 他父亲一戏庆而说明 乐得人才两尽 便去贾家领人 凤姐一面吓得来回家母 说如此这般 都是真大嫂子 干事不明 并没和那家退准 惹人告了 如此关断 贾母听了 忙换了游士过来 说她做事不妥 既是你妹子 从小曾与人 指妇为婚 又没退断 使人婚告了 游士听了 只得说 她连银子都收了 怎么没准 凤姐在旁又说 张华的口供上献说 不曾见银子 也没见人去 她老子说 原是亲家母说过一回 并没应准 亲家母死了 你们就接进去 坐二房 如此没有对证 只好由她去混说 幸而脸二爷不在家 没曾圆房 这还无房 只是人已来了 怎好送回去 岂不伤脸 贾母道 又没圆房 没得强占人家 有夫之人 名声也不好 不如送给她去 哪里寻不出好人来 游二姐听了 又回贾母说 我母亲 十余某年月日 给了她十两银子退准的 她因穷极了告 又翻了口 我姐姐原没错办 可见刁民难惹 既这样 凤丫头去料理料理 凤姐听了无法 只得应着 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荣 贾荣深知凤姐之意 若要是张华领回 称何提同 便回了贾镇 暗暗遣人去说张华 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 何必定要缘人 若只管执定主意 岂不怕爷们一怒 寻出个由头 你俗葬身之地 你有了银子 回家去什么好人寻不出来 你若走时 还赏你些路费 张华听了 心中想了一想 这倒是好主意 和父亲商议已定 约共也得了有百尽 父子次日起个五更 便回园集去了 贾荣打听得真了 来回了贾母 凤姐说 张华父子望高不时 拒罪逃走 官府一知此情 也不追究 大事完毕 凤姐听了 心中一响 若必定着张华 带回二姐去 为免贾脸回来 再花几个钱包占住 不怕张华误医 还是二姐不去 自己相伴着还妥当 且再做道理 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 躺或 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 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 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 原先不该如此将刀把 附于外人去的 因此回之不迭 父又想了一条主意出来 敲命望儿 遣人寻找了他 或讹他做贼 和他打官司 将他致死 或暗中使人算计 故将张华致死 方煎草出根 保住自己的名誉 望儿领命出来 回家细想 人已走了完事 何必如此大做 人命关天 非同而息 我且哄过他去 再做道理 因此 在外躲了几日 回来告诉凤杰 只说张华 因有了几两银子在身上 逃去第三日 在金口地界五更天 已被杰路人 打闷棍打死了 他老子吓死在殿房 在那里厌尸掩埋 凤姐听了不信 说 你要扯谎 我在使人打钉出来 敲你的牙 自此 方丢过不咎 凤姐和尤二姐 和美非常 更比亲子亲妹 还剩十倍 那夹脸 一日势必回来 先到了新房中 已经悄悄地封锁 只有一个 看房子的老头 夹脸问起缘故 老头子细说原委 夹脸只在凳中跌足 少不得来见 夹脸与行夫人 将所完之事回名 夹脸十分欢喜 说他中用 赏了他一百两银子 又将房中 一个十七岁的丫鬟 名幻秋童者 赏他为妾 夹脸叩头领去 喜之不尽 见了夹母和家中人 回了见凤姐 未免脸上有些愧色 谁知凤姐 他反不似往日容颜 童游二姐 一同出营 许了韩文 夹脸将秋童之事说了 未免脸上 有些得意之色 焦金之容 凤姐听了 忙命两个媳妇 坐车在那边接了来 心中一次未除 又凭空添了一次 说不得 且吞声忍气 将好颜面 换出来遮饰 一面又命 白酒接风 一面带了秋童 来见贾母 与王夫人等 贾连心中 也暗暗地呐喊 那日 已是腊月十二日 贾真起身 先拜了宗祠 然后过来 辞拜贾母等人 合族中人 直送到撒泪亭 方回 读贾连贾荣二人 送出三日三夜 方回 一路上 贾真命他 好生收心 至家等于 二人口内答应 也说些大礼套话 不必烦须 且说凤姐在家 外面带游二姐 自不必说的 只是心中 又怀别意 无人处 只和游二姐说 妹妹的声明 很不好听 连老太太太们 都知道了 说妹妹在家 做女孩 就不干净 又和姐夫 有些首尾 没人要的了 你捡了来 还不休了 再寻好的 我听见这话 气得倒眼 查是谁说的 又查不出来 这日久天长 这些个奴才们 跟前 怎么说嘴 我反弄了个鱼头来拆 说了两遍 自己又气病了 茶饭也不吃 除了平儿 众丫头媳妇 无不言三语四 指桑说怀 暗香几次 秋童自为 系假设之次 无人见她的 连凤姐平儿 皆不放在眼里 岂肯容她 张口是 先见后去 梅汉子要的仓服 也来要我的抢 凤姐听了暗乐 尤二姐听了 暗溃暗怒暗气 凤姐既装病 便不和尤二姐吃饭了 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 到她房中去吃 那茶饭都系不堪之物 平儿看不过 自拿了钱出来 弄菜与她吃 或是有时 只说和她园中去玩 在园中厨内 另做了汤水 与她吃 也无人赶回凤姐 只有秋童 一时撞见了 便去说舌 告诉凤姐说 奶奶的名声 生是平儿弄坏了的 这样好菜好饭 浪着不吃 却往园里去偷吃 凤姐听了 骂平儿说 人家养猫拿耗子 我的猫只到咬鸡 平儿不敢多说 自此也要远着了 又暗恨秋童 难以出口 园中姊妹 如李丸 迎春 西春等人 皆为凤姐是好意 然宝代一干人 暗卫二姐担心 虽都不便多事 唯见二姐可怜 常来了 倒还都敏续她 每日常无人处 说起话来 游儿姐便堂言抹泪 又不敢抱怨 凤姐又并无露出 一点坏形来 假脸来家时 见了凤姐贤良 也便不留心 旷素席以来 因假设 妻妾丫鬟最多 假脸美怀不轨之心 只未敢下手 如这秋童辈等人 皆是恨老爷年迈昏溃 贪多嚼不烂 没得留下这些人做什么 因此除了几个知理有耻的 愚者或有与二门上小妖们吵戏的 甚至于与假脸眉来眼去 相偷妻的 只具假设之威 未曾到手 这秋童便和假脸有救 从未来过一次 今日天元凑巧 竟赏了她 真是一对烈火干柴 如娇头漆 燕儿新婚 连日哪里拆得开 那假脸 在二姐身上之心 也渐渐淡了 只有秋童一人是命 凤姐虽恨秋童 且喜借她先可发托二姐 自己且抽头 用借鉴杀人之法 左山观虎斗 等秋童杀了游二姐 自己再杀秋童 朱毅已定 没人处 常又私劝秋童说 你年轻不知事 她现在是二房奶奶 你爷心坎上的人 我还让她三分 你去硬碰她 岂不是自寻其死 那秋童听了这话 越发恼了 婷婷大口乱骂说 奶奶是软弱人 那等贤惠 我却做不来 奶奶把素日的威风 怎都没了 奶奶宽宏大量 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 让我和她这淫妇 作一回 她才知道 凤姐儿在屋里 直装不敢出声 气得游二姐在房里哭泣 饭也不吃 又不敢告诉假脸 次日 贾母见她眼红红的肿了 问她又不敢说 秋童正是抓乖卖俏之时 她便悄悄地告诉贾母 王夫人等说 专会作死 好好的成天就豪丧 背地里揍二奶奶和我早死了 她好和二爷一心一记得过 贾母听了便说 人太生瞧瞧了 可知心就嫉妒 凤丫头的好意带她 她倒这样争风吃醋的 可是个贱骨头 因此 剑刺便不大欢喜 众人见贾母不喜 不免又往下踏剑起来 弄得这游二姐 要死不能 要生不得 还是亏了贫儿 时常背着凤姐 看她这般 与她排解排解 那游二姐 原是个花为长度 雪做肌肤的人 如何经得这般折磨 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器 便奄奄得了一病 死之懒动 茶饭不尽 剑刺黄寿下去 夜来和尚眼 只见她小妹子 手捧鸳鸯宝剑 前来说 姐姐 你一生为人心吃亦软 终吃了这亏 休息那肚腑花言巧语 外坐闲凉 内藏尖角 她发痕 定要弄你一死方骂 若妹子才是 断不肯令你进来 其进来时 亦不容他们这样 此一夕礼数映然 你我生前 银奔不藏 使人家丧伦拜行 固有此报 你依我将此剑斩的那肚腑 一同归至锦焕暗下 听其发落 不然 你则白白地丧命 且无人点心 由二姐气道 妹妹 我一生品行计亏 今日之报 即喜当然 何必又生杀戮之冤 随我去忍耐 若天见连 使我好了 岂不两全 姐姐 你终是个痴人 自古 天网恢恢 疏而不老 天当好坏 你虽悔过自心 然以将人父子兄弟 置于幽惧之乱 天 怎容你暗生 记不得安生 亦是理之当然 奴役无怨 小妹听了 长叹而去 由二姐惊醒 却是一梦 等假脸来看时 因无人在侧 便气说 我这病不能好了 我来了半年 腹中已有身孕 但不能遇知男女 唐天见连 生了下来还渴 若不然 我这命就不保 何况于她 假脸意气说 你只放心 我请名人来医治 于是出去 即刻请医生 谁知王太医 一谋干了军前去小利 回了好讨应封的 小四们走去 便请了个姓胡的太医 号叫君荣 进了枕脉 看了 说是精水不调 全要大补 假脸便说 已是三月更新不行 又常做藕酸 恐是胎气 胡君荣听了 妇幼命老婆子们 请出手来再看看 由二姐少不得 又从帐内伸出手来 胡君荣又真了半日 说 若论胎气 肝脉自应宏荡 然木圣则生火 精水不调 亦皆因由肝木所致 医生要大胆 须得请奶奶将金面掠露露 医生观观气色 方敢下药 假脸无法 只得命将帐子掀起一缝 由二姐露出脸来 胡君荣一见 魂魄如飞上九天 通身麻木 一无所知 一时演了仗子 假脸陪他出来 问是如何 胡胎一道 不是胎气 只是淤血凝结 如今只以下淤血 捅经脉要紧 于是写了一方 作词而去 假脸命人送了药礼 抓了药来 调服下去 只半夜 由二姐腹痛不止 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 打了下来 于是血行不止 二姐就昏迷过去 假脸文之 大骂胡君荣 一面再遣人去请医调治 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 胡君荣听了 早已卷包逃走 这里太医便说 本来气血生成亏弱 守胎一来 想是啄了些气脑 于结于忠 这位先生 善用苦狼之计 如今 大人元气十分 伤七八九 一时难保旧欲 见完二药并行 还要一些闲言闲事不闻 恕可望好 说必而去 急得假脸查是谁请了姓胡的来 一时查了出来便打了半死 凤姐比假脸更急十倍 只说 咱们命中无子 好容易有了一个 又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 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 自己通臣祷告说 我或有病 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 再得怀胎生一男子 我愿吃长斋念佛 假脸众人见了 无不称赞 假脸与秋童在一处时 凤姐又坐堂坐水的 拙人送于二姐 又骂平儿不是个有福的 也和我一样 我因多病了 你却无病也不见怀胎 如今二奶奶这样 都因咱们无福 或犯了什么 冲得他这样 殷又叫人出去算命打挂 天算命的回来又说 是属兔的鹰人冲犯 大家算讲起来 只有秋童一人属兔 说他冲的 秋童觐见假脸 请医治药 打人骂狗 为尤二姐十分尽心 他心中凿尽了一缸醋在内了 今又听见如此说他冲了 凤姐又劝他说 你暂且别处去 躲几个月再来 李娜起瞎草的混浇蛇根 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就冲了他 好可爱八哥 在外头什么人不见 偏来了就有人冲了 太眉赤脸 哪里来的孩子 他不过指着 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 纵有孩子 也不知姓张姓王 奶奶稀罕那杂种糕子 我不喜欢 老了谁不成 谁不会养 一年半载养一个 倒还是一点掺杂没有的呢 骂得众人又要笑又不敢笑 可巧刑夫人过来请安 秋童便哭告刑夫人说 二爷奶奶要撵我回去 我没了安身之处 太太好歹开恩 刑夫人听说 慌得数落凤姐一阵 又骂甲脸 不知好歹的种子 凭他怎么不好 是你父亲给的 为个外头来的撵他 连老子都没了 你要撵他 你不如还你父亲去倒好 说着赌气去了 秋童更又得意 月姓走到他窗户根底下 大哭大骂起来 游二姐听了 不免更添烦恼 晚间 假脸在秋童房中歇了 凤姐一睡 平儿过来瞧他 又悄悄劝他 好生养病 不要连那畜生 游二姐拉他哭道 姐姐 我从到了这里 多亏姐姐照应 为我 姐姐也不知 受了多少贤气 我若逃得出命来 我必报答 姐姐的恩德 只怕我逃不出命来 也只好等来生吧 平儿也不禁滴泪 说道 想来都是我坑了你 我原是一片痴心 从未瞒他的话 既听见你在外头 岂有不告诉他的 谁知 生出这些个事来 姐姐这话错了 若姐姐便不告诉他 他岂有打听不出来的 不过是姐姐说的在先 况且 我也要一心进来 方程个体统 与姐姐何干 二人哭了一回 平儿又嘱咐了几句 叶已深了 方去安息 这里由二姐心下自私 病已成事 日无所养 凡有所伤 料定必不能好 况太医打下 无可悬心 何必受这些灵气 不如一死 倒还干净 常听见人说 生金子可以坠死 岂不比上吊 自吻又干净 想必挣扎起来 打开箱子 找出一块生金 也不知多重 恨命含泪 便吞入口中 几次狠命直驳 方言了下去 于是赶忙将衣服 首饰穿戴齐着 上炕躺下了 当下人不知 鬼不觉 到第二日早晨 丫鬟媳妇们 见她不叫人 乐得且自去疏袭 凤姐便和秋童都上去了 平儿看不过 说丫头们 你们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屎也罢了 一个病人 也不知可怜可怜 她最好心 你们也该拿出个样来 别太过余了 强倒众人推 丫鬟听了 急推房门进来看时 却穿戴得齐齐整整 死在炕上 于是方下慌了 寒叫起来 平儿进来看了 不禁大哭 众人虽素席惧怕凤姐 燃响尤二姐 实在温和联想 比凤姐原强 如今死去 谁不伤心落泪 只不敢与凤姐看见 当下 何宅皆知 甲连进来 老师大哭不止 凤姐也假意哭 狠心的妹妹 你怎么丢下我去了 辜负了我的心 游氏甲戎等 也来哭了一场 劝住甲连 甲连便回了王夫人 讨了离乡院 停放五日 挪到铁坎寺去 王夫人一允 甲连忙命人去 开了离乡院的门 收拾出正房来停灵 甲连嫌后门出灵不向 便对着离乡院的正墙上 通街献开了一个大门 两边搭棚 安坛场 做佛事 用软榻铺了锦段侵入 将二姐抬上榻去 用钦丹盖了 八个小丝和几个媳妇 围随 从内子墙一带 抬往离乡院来 那里一请下天文生预备 接起钦丹一看 只见着尤二姐 面色如生 比活着还美貌 甲连又搂着大哭 直叫 奶奶 你死得不明 都是我坑了你啊 甲荣王上来劝 叔叔坦着心 我这个姨娘自己没服 说着又向男子 大官员的借墙 甲连会议只悄悄跌脚说 我忽略了 终究堆出来 我替你报仇 天文生回说 奶奶足于今日正卯时 五日出不得 或是三日 或是七日方可 明日迎时入殓大吉 三日断乎使不得 竟是七日 因家书家兄皆在外 小桑不敢多停 等到外头 还放五七 做大道敞开眼灵 明年往南去下葬 天文生应诺 写了秧榜而去 宝玉已早过来陪哭一场 种族中人也都来了 甲连忙进去找凤姐 要银子 置办光果丧礼 凤姐见抬了出去 腿有病 回老太太太太说 我病着 弃三房 不许我去 因此也不出来传销 且往大观园中来 绕过群山 至北界墙根下往外听 隐隐绰绰听了一言半语 回来又回贾母 说如此这般 贾母道 信他胡说 谁家劳病死的孩子 不烧了一洒 也认真了 开丧破图起来 既是二房一场 也是夫妻之分 停五七日抬出去 我一烧 我乱葬地上 埋了完事 凤姐笑道 可是这话 我又不敢劝他 正说着 丫鬟来请凤姐说 二爷等着奶奶拿银子呢 凤姐只得来了 便问他 什么银子 家里进来艰难 你还不知道 咱们的阅历 一月赶不上一月 鸡吃了过年凉 昨晚我把两个金像圈 当了三百银子 你还做梦呢 这里还有二三十两银子 你要就拿去 说着 命平儿拿了出来 地狱甲连 指着甲母有话 又去了 狠得甲连 没话可说 只得开了游氏香柜 去拿自己的梯极 挤开了香柜 一滴无存 只有些折簪烂花 并几件半心不救的铸衣裳 都是由二姐 素席所穿的 不禁又伤心哭了起来 自己用个包袱一起包了 也不命小私丫鬟来拿 便自己提着来烧 平儿又是伤心 又是好笑 忙将二百两一包的碎银子 偷了出来 到厢房拉住甲连 敲地狱她说 你只别做生才好 你要哭 外头多少哭不得 又跑了这里来点眼 甲连听说便说 你说的是 接了银子 又将一条裙子 递与平儿说 这是她家常穿的 你好生替我收着 做个念心 平儿只得掩了 自己收去 甲连拿了银子 与衣服走来 命人先去买板 好的又贵 中的又不要 甲连骑马自去要瞧 这晚间 裹抬了一副好板进来 价银五百两奢着 连夜赶造 一面分派了人口 穿效守灵 晚来也不进去 只在这里半宿 正是 听众您好 欢迎您的到来 我是张国立 在这儿陪您读《红楼梦》 这回开头 王岐凤 假惺惺的领着尤二姐 来拜见甲母 甲母年纪大了 看不清 让尤二姐靠近 还戴上了眼镜 上上下下 仔细打量了一番 很多朋友有疑问 甲母活着的时代 可是清朝啊 怎么就戴上了眼镜呢 据考证啊 眼镜 确实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可是我国古代 很早就有了 可以辅助阅读的放大镜 甘泉山二号汉墓 也就是东汉广陵斯王 刘金的墓 出土过金圈水晶的放大镜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放大镜的食物 不过放大镜 不等同于纠正近视远视的眼镜 中国有眼镜的确凿使料证据 是从明朝开始的 当时有不少传教士进入中国 另外明朝中晚期 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 中国和欧洲的商贸往来增多 眼镜也由此从欧洲传入中国 眼镜也不是平常人能用得起的 像甲母这样的富贵人家 配一副老花镜倒也不难 《红楼梦》已经从多个不经意的小细节上 展示了贾府的大家气派 比如之前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就看到了自明中 秦文生病的时候 宝玉给他用的是外国的进口药 在后文 宝玉还要给自己的丫鬟取外国的名字 这些都证明 在清朝上层阶级家庭 他们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 都受到了欧洲的影响 尤二姐在大官员的待遇特别差 平儿看不下去了 偷偷照顾他 秋童把这事告诉了凤姐 凤姐就说平儿 人家家养猫拿耗子 我家的猫只到咬鸡 这句意思等同于吃里扒外 骂平儿不帮自己 反倒背着自己去帮外人的忙 从此以后 平儿也不敢照顾尤二姐了 尤二姐的处境越来越糟糕 终于疑病不起 贾连请了医生来看病 对医生说 尤二姐已经三个月更信不行了 更信也叫月信 就是女子的月经 三个月没有行经 很大的可能是怀孕了 谁承想 这个医生胡乱开药 尤二姐居然流产了 她想想自己的处境 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叛逃 天天受罪 就吞金自杀了 贾连为他办丧事 请阴阳生写了秧榜 秧榜就是以前阴阳先生 给死者写的文书 上面写着 逝者的寿命 以及一些招魂的话 王熙凤为了避免参加葬礼 推托说自己生病了 要祭三房 祭三房是旧时候一种风俗 生病的人不能进入新房 产房和放着死者灵鹫的凶房 王熙凤这个人确实恶毒 他一手害死了尤二姐 他就是不装病 怕是也不敢面对 惨死的尤二姐吧 好了 我是陪您读《红楼梦》的张国立 咱们下次继续 大家好 我是欧丽娟 欢迎收听我的《红楼梦》导读 今天我们读到了《红楼梦》的第69回 这一回完全是在描写由二姐 进入大观园以后 所受到的悲惨待遇 除了生活上受尽苛刻的种种不变 简直比最低下的奴婢还不如 此外最严重的是精神折磨 这种压力来自言语的霸凌和难堪的羞辱 尤其是贾连新收纳的妾室 丘童 她正当刚刚得宠拿窍卖乖的时候 更是让二姐的处境雪上加霜 心怀嫉妒的凤姐 当然见死不救 这就是回目上所说的 弄小巧用借鉴杀人 也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求生不能的二姐变生了重病 她万念俱灰 又恰巧怀了身孕 没想到却找来了一个庸医 在误诊之下打下了男胎 这时二姐再也没有挂爱 于是吞金自杀 这就是回目上所说的 绝大献吞生金自食 这一回可以说是尤二姐的悲剧主场 她步上了妹妹尤三姐的后尘 以死来洗清失足败德的罪孽 读者被二姐的温柔 善良 真诚所感动 更因为她不幸的结局 而充满同情 而我要提醒大家 从二姐的遭遇 可以留意三个重点 第一 虽然三姐的鬼魂买脱梦 面兽积怡 建议二姐至少可以玉石俱焚 先杀了凤姐 不要这样悲惨的白白死去 这当然反映了三姐刚烈的个性 可是大家要注意 即使是这样刚烈的三姐 二姐也同样认为 她们姐妹俩的悲剧是旧游自取 因为她们品性不端 迎奔放荡 导致人家父子兄弟败坏了伦理德性 所以说这是礼数应然 也就是应得的报应 而二姐自己也一再的说 她今日的报应是当然的 她不得安生 也是理所当然 可见这一对姐妹的价值观 其实还是非常传统的 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匪夷所思 他们俩完全归咎于自己 变成了败坏男性的加害者 而那些玩弄女性的男人 却居然成为被玷污的受害者 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这岂不是男权至上的观点吗 这种祸水的思想 当然是极为不平等的 连女性自己都内化了 但如果我们再参考 秦可卿的案例 那就证明了这一点 可卿她必须以死赎罪 但假真却始终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可见这是当时女性的现实处境 曹雪芹清楚反映了 非常传统的性别观念 而且她也似乎并没有反对 第二退一步来说 贾尊这些男性当然难死其咎 但二游这一对姐妹本身 也并不是清白无辜的 以至于他们很难回到正常的生活 当游二姐受折磨的时候 大家都不能出手帮助她 就是因为缺乏了道德和法律的支持 所以才爱莫能助 可见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品性 无论男女都一样 第三 在二姐受苦遇难的时候 只有贫尔还有办法偷偷地照顾二姐 因为贫尔是凤姐的分身 可以施展一定程度的权力 而贫尔又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于是她把权力用在帮助弱势者 可见贫尔就像李丸所赞美的 她有如楚霸王的两只绑子 帮助凤姐扛起重责大任 也帮凤姐填补空缺 而且啊都是出自于真心诚意 所以说贫尔是一个用慈悲百度的人 尽量把凤姐维持在正当的航道上 不会因为狂飙而失控 像这一回 当尤二姐受到霸凌的时候 贫尔私底下便做了许多的弥补 成为二姐最感激的恩人 同样的 当二姐死后 贾连没有钱办丧事 也是贫尔偷出一包两百两的银子 让二姐得以顽葬 我认为 曹雪芹之所以要把贫尔取作这个名字 就是要赞美她 为人公平 平衡 平和 平稳 私底下 常常替凤姐 平定 平准 甚至平反 她总是那么温暖而可靠 像一个天平般 默默维持家庭稳定的人物 而凤姐之所以能有这样杰出的陈旧 平儿 其实拥有一半的功劳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美 请不吝点赞美